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台湾的三倍振兴券 其实这个三倍振兴券我看网上有很多人议论 有的说这个没用或者怎么的 我不这么觉得,我了解了一下 这个还是挺有用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这个是让你花一千块钱就可以买三千块钱的一个东西 那不还是很好吗 就等于你去买东西打了一个三三折 它这个券吧就是怎么领呢 它是可以去超市就可以领 还是挺便利的 就是你花一千块钱给你一个三千块钱的这个振兴券 之后你就可以去消费了 包括你可以那个旅游住宿啊 去餐厅啊 还有美理发呀 还有美甲呀 还有都可以去那个夜市 就是比如像那个咱们东北不愿意去那个吃个小烧烤吗 是吧 那个撸个串喝个小啤酒吗 这个都可以 其实不还是挺好吗 你就去街边的夜市那个都可以买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实用的 而且还可以去书店买书 如果这个券给我的话 基本上我都买书了 因为我特别愿意看书嘛 愿意学习 所以说我估计这个要是给我的话 我就会去买这个书 那么就是有的小伙伴就是我看台湾的小伙伴就说了 这个排队领这个券是真的特别长啊 就是这个券的特别火爆 它其实就是政府给的一个福利吧 就是这么就是这么一个事 但它为什么不直接发钱呢 有的时候还不如直接发我钱呢 因为直接发钱的话 你就不会去消费的 你不会去消费 就不能拉动内需 就不能拉动这个警惕 所以说呢 就还是为了让就是民众去消费 所以说就是发你这么个券 让你自己拿点钱 还有一个挺好的是什么呢 就是只要是今年新出生的那个新生儿 是12月31号之前的 还都可以领这个券 还是挺银性化的 是吧 就小孩也给你领一个 再有一个 如果是就是低收入家庭的话 那么也可以就是直接这1000块钱也不要了 就直接就直接发你3000块钱 我算了一下 就是这个人民币和台币的一个汇率吧 是1比4.2几现在应该是 那么大家就是出 我简单的算一下吧 那么你花1000块钱买这个3000块钱的振兴券的话 那么就等于多给你2000块钱吧 2000块钱和人民币呢 也就是不到500块钱那样的 接近500块钱 那不也挺好吗 就是除去消消费干点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就是说 为什么不直接发钱呢 为什么那个不直接给我 还有说这个券没有用的 其实他们都排队去领了 还是挺有用的 大家都挺想抢着要的 而且说这个排队还排得很长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台湾法的这个振兴券啊 今天这集呢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